由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美中华文文学论坛 16日在中坤集团会议室举行 嘉宾迎集 来自中国大陆各省市大学的30多位研究华文文学的教授学者 参加了这次盛会 论坛内容详实丰富 三个单元的演说 讨论 覆盖了太平洋两岸的文学创作 深入探讨了各立创作中的经验和成就 现在我觉得是华文文学创作最好的时候 以前华人作家写东西 主流社会没有任何影响 然后在中国大陆也看不到我们华文文学作家的作品 那么自从有了留学生文学的播发之后 有个别的作家引起了注视 但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候 那么去年自从广州开了这个视觉华文文学大会之后 现在国内的文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非常重视 今天来的三十几位教授学者 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各个省市的主要的高校 他们是专门研究华文文学的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举行一个这样一个高峰论台 同时今天我们特别要宣传的是我们洛杉矶作家的创作 现在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我们洛杉矶是现在作家 越来越年轻化 有许多80后90后的都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然后他们创作都进入了一个爆发期 所以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学学院院长胡德财 概述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建构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江绍川 畅谈移民作家与文学经典 海外新移民文学国际笔会会长陈瑞丽认为 北美是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 也是成就最高的地方 也是我们加州又是北美文坛 可以说成就最高的地方 所以我这次在加州看到很多作家 听到他们的创作为他们感到高兴 而且我相信北美的华文文学 将会带动整个的世界华文文学 让以后我们的华语文学 真正在国际上享有我们的地位 洛杉矶的新移民作家 在中国书写方面拓展了文革记忆 家族记忆 市井记忆等领域 在海外书写方面 尤其在科技移民 异国婚恋 教育 宗教探索等领域 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洛杉矶作家协会会长叶周 以及于江 黄宗之等多位作家 向国内学者们介绍了 洛杉矶作家的组成情况和创作成就 新时代卫视唐里震 马荣桥 帕斯蒂娜报道 下集权 解决 着 。 还